第四节中所讲的 人的身体衰老的第七个情况是 雀鸟一叫人就起来 我们都会发现 年老的人睡眠少 叫轻 通常人们说 人活着的一生是 三十年前睡不醒 三十年后睡不着 经文中所讲的第八个现象是 歌唱的女子也衰微 经文所讲的是特指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有些女子年轻的时候 貌美如花 又有着美丽的歌喉 她们会唱歌 人们喜欢她们 就像追星捧月一般 但是因时光飞逝 那原本有着清国青城般 美貌的女子 也因为衰老而变得青春不再 她们的美丽也随风消逝 她们曾有的 婉转如夜莺般美丽的歌喉 再也唱不出 动人的歌曲了 人的青春就如同飞走的小鸟 一去不复返了 这所有的人生当中必见到的现象 都令人的心无比的伤感 第五节的经文接着说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杏树开花 炸猛成为重担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第五节的经文 讲到了第九个 人的身体衰老的现象 便是人怕高处 年老的人因为腿脚不灵便 所以已经不适合攀爬高处 他们一旦登高 就会生发惧怕 身体战斗 第十个衰老的现象是 路上有惊慌 年老的人最怕遇见 兵荒马乱的年月 因为这样的年月 人必须得逃荒 躲避灾难 但是年老的人跑不快 行动不敏捷 他们很容易被人 牲畜或交通工具撞到 这就是经文所说的 路上有惊慌 还有今日的老年人 也常常是因为失智 一旦出到家门外 便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这都是人年老的时候 所面临的悲哀 第十一个人衰老的现象是 杏树开花 这是在形容 人因为年老 头发都变白了 就像杏树开满了 雪白的花一样 在圣经中 像真言十六章三十一节 还有二十章的二十九节 有像我们提到 白发乃是老年人的荣耀 是在公义的路上得着的 但另外一方面 圣经也指出 白发是因人的衰老 而带来的悲哀 第十二个小方面是 杂蒙成为重担 经文所讲的 可以被理解为 是人一衰老 就开始变得没有力量 就像我们一般人说 老年人拿针还觉得轻 握笔就觉得重 那另外的解释 也于第三节所说的 看守防务的发展 意思相近 是特别在指 到了每年夏天的末了 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 像炸猛 就开始要面临死亡 他们在临死之前 做垂死的挣扎 苟延残喘 剩下的力量无多 经文就在描绘 这种衰老 近乎于要死之前的状况 形容的非常形象 让人独到 不自觉的 心里会产生悲凉的感觉 第十三个现象是 人所怨的都废掉 这是在告诉人 年老的人 不再有太多的欲望了 因为人的欲念 随着人的衰老 就开始变得无法实现 人从前有豪情壮志 天大的野心 人一到老了 就发觉自己 不得不屈服天命 所谓的天命 也就是人 必然要衰老的自然规律 于是人 就自己承认 自己有限 不再做任何的努力 和争取了 他们可能连 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另外其他的 七情六欲 也都减弱 或是消失 第十四个现象说 人归他永远的家 只有掉丧的 在街上往来 人归他永远的家 是指着人 必去的坟墓和阴间 大家可以参考 像诗篇49篇12节 约伯纪7章9节 还有约伯纪14章10节12节 约伯纪17章13节 30章23节 到人死了的时候 最忙碌的就是在街上 为人办伤事的 他们行走匆匆 满脸都是伤痛和哀怨 但对于死亡的事 人无可奈何 据说在美国 有一个殡仪馆 从早晨到晚上 都播放一首歌 歌词中唱到 总有一天 等着你 那个意思是 人总有一天 会去殡仪馆 吊专的人 为别人吊专 自己有一天 也必会去 那已经死去的人 所以已经去的 他们永远的家 这该多么的令人悲哀 第六节的经文 进一步的在讲 人死后的状况 经文说 银链折断 金罐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第六节的经文 出现了两幕的画面 都是在形容死亡 像第一个画面 是银链和金罐 有的解经家 在向我们解释 在古代的时候 妇人的家 所用的灯 就是将银链 和金罐 金罐也就是灯盏 穿穿在一起 当天长日久 有一天 银链折断了 那作为灯的 金罐也就摔下破裂 不再有用了 有的人解释说 经文中所讲的银链 就是指人的 从脖子 到尾椎部分的 脊椎骨 而金罐 就是人的头颅 有一天 人的脊椎骨会破裂 头脑就变得无用了 另外一幕画面是 瓶子和水轮 古代以色列的井 都很深 有专门用来打水的瓶子 要借助水轮 将瓶子 坠到水面 去挤水 但有一天 水轮在井口破烂 不再能运转 装水的瓶子 也在全旁损坏了 不再能盛水 有的人解释说 这里的水轮和瓶子 是指人的心脏系统 有一天 人因为死亡 心脏的系统停止运转 接着 人整个的身体停摆 慢慢变得腐朽 所以第六节所讲的 就是生命在死亡的时候 所出现的两个可以意会的画面 总之 生命停摆了 鲜活动听的人生之曲 也不再谱写和播放了 一切都归于尘寂 接着第七节 经文就告诉我们 归于生命的总结 人的归宿最终是什么 经文说 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次灵的神 关于这节经文 大家可以去参考 前面传道书三章二十节 经文中曾提到 都归于一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 人生命身体的两个层面 一是属地的一面 人在死的时候 身体要归于尘土 另外一方面 就是人的里头 有来自于神的灵 这灵在人死的时候 要被神收回 大家可以看 创世纪二章七节 另外还有诗篇 一百零四篇的第二十九节 最后第八节的经文 所罗门说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所罗门将人的生命 再次以虚空的角度 做总结 他实际的意思 就是在告诉人 若是真案 三节到六节所描述的 人从衰老 到死亡的状况 人生就真的 只能有虚空 来做总结 因为你所能看见的 全都是悲哀 消极 没有指望的 具体细节 人实在是空空的来 如今又空空的离去 什么也未曾得到 真是又虚空又捕风 就像前面一章二节所说的那样 接下来是第二段 也就是传道书的结尾 九节到十四节 传道者为整本书做了总结 在前面第一段中 从三节到六节 有人说 所罗门在讲一个破烂的房屋 他是用破烂的房屋 来比喻人生 最终人在世上的帐篷 一定会被拆毁 在最后一段里 他审慎又有智慧的 做了总结 第九节 第十节 他是在表述自己 为了宣讲传道书中的信息 究竟做了怎样的准备和努力 他说 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又考察 又陈说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所罗门声称自己是有智慧的人 他也的确是智慧的君王 就像《列王纪上》 三章三节到二十八节所说的 他又将知识教训众人 说明在他身上有神给他的托付 让他在年老的时候 讲人生 讲有关 敬虔的真理 接着所罗门讲了 自己考察智慧和真理的次序 他说自己一直都默想 是指他将所领受的智慧的道 好好地在神面前祷告 看何乎神的真理不适 他说自己考察 是指他将所有的智慧 做比对筛选 查究每一种领受的来源 他说自己又沉寂许多真言 有的真言不是索罗门所说的 那是流行在民间的 他就收集来做整理和编辑 他说自己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指他定义要让自己所领受的智慧 能够造就人 他说他的话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意思是他会向神来交账 所领受的话语都是出自于神 并且诚实无尾 十一节他又说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文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他在这节经文中告诉人 他话语的效用 乃是智慧人的言语 并会中之师的言语 但是这言语可能会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就像他所说的 好像刺棍 刺棍被认为是干牛棍 打在牛身上会有疼痛 但却会把牛带上正路 不但是刺棍 又像定文的钉子 这钉子可能是定门的 也可能是圣殿中的钉子 都起到稳固人生命的作用 所罗门说 这些言语都出自于一位牧者 也就是神 或可以说是圣灵 大家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那里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十二节 所罗门记不得勉励人 说我儿还有一层 你当受劝诫 住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所罗门肯定人 从学习并读书中来获取真理 但是他也指出 人的有限 你就是认为 你能知道智慧之道 你写再多关于智慧的书 也是没有穷尽的 你想得到智慧的教导 读了再多的书 只会令身体疲倦 那十三节 就是他认为人所当做的 他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所罗门不鼓励人 整天著书 整天读书 真正对于那讨神喜悦的人生而言 只要掌握真理的总义就够了 其实得蒙神喜悦 非常简单 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两样 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在圣经原文当中 在人之前 还有所有的这一字样 就是在告诉人 所有人的本分 都应该是敬畏神 并谨守他的诫命 大家可以参考 传道书三章十四节 五章七节 七章十八节 八章的十二节 十三节 十四节的经文 更对整本书都做了总结 他说 为什么所有人所当尽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呢 这是因为 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神赐福于每个人的人生 但每个人的人生 都要预备着 要接受神的审问 在前一章十一章的九节 就讲到神要审问少年人 为他们所看的 所听的 所享受的一切 不单是少年人 所有的人都一样 有一天 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问 大家可以参考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 人当在活着的时候决定 我们将来如何面对神的审问 就让我们众人都知道 那没有神的人生 一定是又虚空又补风的 但我们今天有了神的儿子 我们就可以因他得生命 生命和生活 就不再是虚空和补风 而是充满了意义 并且我们也因此就不惧怕 将来所要必须面对的 神的审问 整卷的传道书 我们就读到这里 来让我们祷告 智慧之主 三位体的真神 我们感谢你 主要求你 使我们将你的话 存寄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知道 没有你掌权的生命 没有你同在的生命 就一定是又虚空又补风 毫无意义和价值的 但如今我们活在你里面 可以支取你的丰富 可以有你应许的福分 我们的生命 就不再是虚空又补风 而是充满了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要达成的意义 价值和目的 我们为此谢谢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也继续的将我们的生命仰望 乃是奉口我们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